谢霆锋想在张伯之处过夜 大儿子大怒不同意喊话 他来了我就出去 一说大儿子就离家出走 张伯之谢霆锋都大哭求大儿子回来 谢霆锋承认这些年都是他的错 现在想密闭 希望大儿子给他一次机会 谢霆锋和王妃曾经有一段美好的爱情 两人的感情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不过这对姐弟恋也引来无数人的羡慕和吐槽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两人的感情也是分分合和让人捉摸不透 也许这就是王妃的性格 也许这就是明星们的恋爱 最近谢霆锋被邀请参加了周游记这个综艺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除了谢霆锋之外 还有周杰伦林俊杰等大牌明星的参加 在这个节目最新一期中谢霆锋 被采访的一段视频引网友和粉丝的关注 谢霆锋不仅点评了周杰伦还顺便带上了王妃 在谢霆锋这段采访中 谢霆锋不仅回忆了与周杰伦的十几年友情 并称赞杰伦说 杰伦是个很单纯的人 自己也很喜欢单纯的人 但是世界上越来越少 像王妃和杰伦同样都是单纯的人 大家看到后也是纷纷热议 谢霆锋的描述中像王妃和周杰伦都是他最好的朋友 而像他们这样的人在世界上也是越来越少 而谢霆锋刚好都遇到了他们 谢霆锋无意间的一句话 让很多网友也不禁猜测 这难道就是谢霆锋喜欢王妃的理由吧 观众和粉丝也纷纷留言评价说 谢霆锋喜欢王妃的原因 难道是因为觉得他很单纯 单纯不是天真无邪 而是经历了苦难和荣耀还能用真心待人 并不断散发正能量的人 越长大越觉得这样的人很少 也很想努力做这样的人 还有一些网友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说 谁都想过得简单单纯 反正我只看见了张伯芝辛苦带娃 当初为啥要娶张伯芝 也是漂亮姐姐 一直喜欢王妃那就一直等他啊 何必结婚又离婚 还现在说高尚致死不渝 也有网友纷纷表示说 这是谢霆锋第一次正面回应风飞恋 虽然说的是杰伦 但是间接表白了王妃的真诚简单善良 挺好的 两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人 耿直不作作 尤其是王妃 洒脱耿直 最重要是够有实力 其实普通人的感情有时候就很复杂 更何况他们这些大排明星了 明明相爱有时候不能在一起 明明不爱有时候还能结婚生娃 感情谁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就像王妃一样经历那么多感情之后 虽然不能做情侣 但是依然能够做朋友 这也许就是大度吧 谢霆锋无意间说出喜欢王妃的理由 这也是他首次正面回应风飞恋 虽然谢霆锋和张伯之 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两人还有了他们的孩子 但是也许谢霆锋真正爱的人就是王妃吧 毕竟有缘人才能够互相体会到 你们觉得谢霆锋到底喜欢的是谁呢 欢迎留言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